新庄航安里长拆船横举表示 位在里内的这条中港路48巷道 因为旁边就是新庄国小 巷道在还没有透宽之前 仅有3米宽左右的道路 可想而知人车真道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经由里长向新北市一长蒋根黄反应之后 如今小巷弄终于在今年3月份完成透宽 里长心中满是感谢 中港路48巷改善之后 现在至少都可以汇车 那学校内收的部分 他有人行道 小朋友上下学 安全问题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要感谢 我们一长全力的帮忙我们 所以我们旅行 我们的里民住了 也很安心 小朋友上下课 我们也很放心安全第一 住在里内已有30多年的 这位里民也回想说到 这条狭窄路面未拓宽以前 没有多处人行道 包括学童及周边住户 走进巷道里面 就会担心往来通行的安全 现在看到小巷道已经获得改善 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这个行道很小 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个议长跟这个理长 帮我们帮忙 可以说两条车车可以出去安全 坎里长期以来通行不变问题 索性在议长和学校多次沟通协商之后达成共事 顺利将校地部分围墙往内缩 才有多余空间进行拓宽 现在巷道不仅能够双向汇车 而且还提供一条人行道工学通行走 真正还给用路人一个更安全的通行环境 记者黄又贤信中报导 Chop 下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